哈喽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能源剑的英雄模式 能源剑整体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副本啊 就是说天空上门里面一静摩间英语是最 变态的 然后圣诞船呢比较长 那么能源剑相对来说就是 短平快 好吧 好 那第一个 我这个我这个这里开始是从这个看守者开始的啊 这里是掉那个钥匙的 就是 你把这个看守者和后面一号boss后面那个什么看守者打掉之后呢 两个两个水晶蓝色的和红色的可以合成为一个钥匙 开一个箱子 这个在普通模式大家应该都打过 对吧 这里就不说了 英雄模式下呢 那个箱子里会多一个徽章 当然装备还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这个风暴装作巡逻者是这种机器人 然后能源剑的这个机器人呢 就是一楼的机器人都不厉害 然后 二楼的机器人啊 就是那个叫摧毁者 就是最后的名字叫摧毁者的 它会有一个 叫什么什么充能之拳的那个技能 充能之拳一旦放出来之后呢 它的近战攻击会带有一个很强的AOE效果 所以一般情况还是不能让它放出来的 要打断 如果万一放出来了 那么就 晕它或者是风筝一下它 因为它是减速 好吧 其他的小怪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些小怪就正常的 控就行了 然后这种恶魔小怪呢 这种恶魔小怪它 首先它是会不停在原地跟炸弹 没什么仇恨 没有仇恨 其实就在它死的时候 下半血的时候 就会冲到一个人身边爆炸 比如冲过来 然后就自杀是爆炸 这个一定要躲开啊 其他的 它有一个爆炸的有一个延迟效果 一定要躲开就行了 别别它 别两个一起炸的话 基本上就能炸死 因为魔小怪伤害是比较高的 然后就这个摧毁者 这个摧毁者就是攻击比较高的 会冲能之拳的 这里我们打断了 好吧 这里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打断 没打断的话 T就封着了一下它 或者减速一下它 好 这里我们打这波恶魔怪 我们好像是灭了一次 这波恶魔怪 小心不要add 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修补弓 修补弓一样的蒸炸弹 然后大的呢 会追人 所以这里的就是AOE 小心一点 然后 T主要是拉住精英 里面有个工程师 还有一个转孔者 这两个都是精英好吧 其他的 其他职业就尽快的 远程就尽快的把这个修补弓给干掉 干掉 我打掉之后 这个法系就不说了 没什么可看的 这里又是又是一波这个恶魔怪 然后这个截略者就这个大的 能源剑截略者 它有一个技能是类似于 把T制盲在那个原地 所以这个动作呢 会导致 战时的丢出仇恨 尤其是两个节约的友 同时拉的时候呢 T会被 呃 就是迷惑的很惨吧 所以这个近战地皮 由于远程地皮 还是冲比较高的 要注意 让他冲你过来的时候 你要减速他 或者控制他 别 呃 因为T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没办法避免的吧 好 然后打一号boss呢 注意看我这里的站位啊 这个站位呢 就是战时T站在楼梯上 然后猎人去误导 如果没有误导的话 就T自己拉 拉了之后 然后跑到这里 就是让 因为这个boss的体型比较大 你这样站位之后呢 这个boss会站在楼梯下 打这个T 这样的话 呃 玩家就近战 就跟boss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boss在战斗中会召唤这种黄色的类似于灯笼 这样到处飘 对吧 他会炸 炸了的话会有伤害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近战呢 站的比他高一点 就不跟他在一个水平面上 于是 这个炸呢 就炸不到 这样的话 近战就变得像打木砖了 就很很轻松了 如果不这么战 就在平地上打这个boss的话 他这个炸是非常非常疼的 好吧 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固定的战术吧 然后英雄模式下这个boss多了一个技能 就是急性转换啊 这个跟电缆的技能一样 那大家就记得 同级站在一起 然后不是同级的话就分开就可以了 这个远程的站位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急性转换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远程 你们打的时候呢 要注意仇恨 因为如果你的t 因为只有五个人嘛 如果你的t没有电荷附加 而你的远程 三个远程 甚至四个远程有电荷附加 你们的伤害就会变得很高 那此时一定要注意仇恨 不要ot了 ot了之后 导致这个boss位移 就比较难打了 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的 是英雄能源舰一号的这个关键的一个精髓 好吧 你如果说你们不这么打的话 那下面那个灯笼炸的话是治疗者加不上来的 好 那保持这种站位之后 这个一号呢 一号呢 就现在是个木装 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往后之后呢 就打这个看守者 艾伦汉 就是另外一个掉钥匙的 这个家伙有一个技能 叫阴弦的 举起战锤 然后他就在原地敲敲敲敲敲敲敲 然后这个时候 包括t之外 也是要退一下的 那么远程就要注意仇恨 近战就注意走开 那我们的道士也没有走开 他就被敲死了 那猎人的宝宝 这时候也要收一下 你看 不收的话直接就死 然后他还有个暗影能量 暗影能量是一个可去散的 战士的盾猛 治疗的进攻去散 以及法师的偷都是可以解决他的 没什么关键的 就是一个看见他举起战锤的时候 要离开一下 好吧 其他的没什么 打完之后就可以喝成 然后开箱子 这里面有一个牌子 打完之后上楼 上楼的话 我们要先把小房间里的所有的怪都清掉 这样的话好打2号boss 2号boss是比较难的 那边最难的boss应该是2号 不是3号不是最终boss 这些小怪清的话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好吧 这4个就是空空的打 然后把这些摧毁者 还有这门上海门口的这一波也都清掉 清掉之后呢 这个房间就干净了 然后就打这个2号了 2号能源键2号呢 应该是比较难的一个boss 首先他跟普通模式相比 他的那个火 就是暴露的烈焰的移动速度会更快 其次呢 他的那个火的数量 由两个变成了三个 所以说还是比较难的 另外一个的话 就boss会带两个 会丢失仇恨的技能 第一个就是击飞 就刚才你看我的t被击飞了 被击飞之后呢 会丢失掉一部分仇恨 其次就是他会 还有个龙吸素 他会把那个当前t龙吸 就喷 龙吸喷了之后 t就被迷惑了 然后也会暂时的丢失仇恨 所以远程DPS一定要确保 当你你看这里是龙吸素 当你被 怎么说呢 这波我们好像是灭了 第一波打得不好 然后第二波重来 就是说当你离t很远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有手段 如果你ot了 你要有手段能够从boss追你的过程中活下来 或者说让t及时的接手 对吧 t这七次级呢 t都有位移技能 比如说野德有冲锋 战士有援护 防其嘲讽呢 这个远程 对吧 但是你要让t能够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如果boss场景过来了 你要有自保的手段 比如说术士的碎裂 法师的冰箱和闪现 猎人的假死 盗贼的消失 对吧 等等等等技能 暗幕可能就没办法给自己掏个盾吧 总之就是说这个boss 你看他把t击飞之后 他很容易继续追其他人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 你离t十万八千里 对吧 然后你又没有自保的手段 那么t在茫茫多 穿过这些火焰 来追你的这段路程 有可能你就被敲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关键的 你看这个法师冰箱 然后他就可以回来找t 这样就很容易的 t就可以再次接手 因为t只要补上一个嘲讽 他就可以接到 但关键是 t要能嘲讽得到 好吧 这个boss的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就是 dps治疗和t要相互理解 不能说我这里没火 我就打得很爽 然后我就在这里猛戳 对不起 你看这里离得这么远的话 t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情况 好吧 然后如果这些做得好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个boss一般情况下 虽然说比较难 一般情况下 但是他不是很难理解 就是比较混乱 可能运气好了就过了 运气不好 那就稍微麻烦一点 基本上装备好了之后 打起来也应该也很快很轻松 OK 我们这里把这个boss给拼掉了 好 打后面的3号 3号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通道里面跟普通模式一样 他会不停的出怪 那么就控制提前放好 然后一波一波往里清就行了 然后清完了之后 就会打最终boss 计算者 最终boss我觉得比2号要好打 这波小怪 这些小怪我们就不看了 反正都是桥上挨个的打的 打3号的时候 他因为打的中间 他会召唤那个小怪 我们这里推荐的话 就是说集中开技能 如果你没有上马的话 就开四斜 集中把3号boss rush掉 他有一个新控队友 但不关键 控制下就好了 如果除此之外 就是说全力rushboss 当他召唤小怪之后 用群体控制限制他 比如说战士的破胆 牧师的破胆 还有法师的冰环 猎人的减速 等等这种东西 就是不管小怪 好吧 优先把boss杀掉 boss杀的越快越好 这些小怪不关键 打人不疼 总之就rushboss就行了 最后没血的时候 他会狂暴一下 但于是误不好 boss攻击力甚至没有小怪高 就这样 ok 那那边就这样了 很简单的boss 很简单的一个副本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